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小猪酱美食 今天来做一道蒜苔炒秤子肉 现在这个季节刚好吃蒜苔 还有长豆这些季节 食嫩蔬菜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炒秤子肉 秤子已经清洗干净了 接下来我们把它搁一边 准备一把洗干净的蒜苔 现在这个蒜苔很新鲜很新鲜的 又很嫩 给蒜苔改一下刀 切成小段 食材全部准备好以后 接下来我们把秤子焯水 把漏取出来 焯秤子要冷水下锅 放几个姜片 一点料酒 就可以了 把秤子焯的焯开口了 就可以捞出来了 好肥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秤子漏 给剥出来 去掉旁边的馅 秤子好肥 肥多多的 剥好以后 我们把这秤子焯用清水洗一下 这里还有点点泥 炒起来不能吃 水开以后 我们水里加点色拉油 再把蒜苔加进去 这蒜苔比较嫩 焯一两分钟烧开就可以了 好现在可以捞出来了 捞出来过一下凉水 炖起锅加油 爆香一下葱和蒜 爆香以后我们把芹子漏加进去 加点料酒 趁着漏加进去 炒一分钟左右 我们再把蒜苔加进去 蒜苔加进去以后就可以来调味了 加一勺盐 鸡精 来一小勺白糖 再加点胡椒粉 大火炒匀 用大火收一下汁 收完汁以后 我们出锅前加点明油 增加一下菜的色泽 现在马上可以出锅了 现在季节吃这两种混搭在一起 都是这个季节吃的 好了 今天一道秤子漏窗 刷台就完成了 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请点关注和转发 好